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我們剛剛除了接線方法 還有其實還有另外一種方法 那就更快一點 直接用USB把兩條的線直接接上來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USB裡面它本身是一個 USB會轉COMPOR的一個系統 當然我們那個Arduino本身也可以直接透過USB來讀 當然程式你要改一下 就是COMPOR的部分要改一下 好,那我們來Run一下那個 呃,狀況 好,那我們來Run一下 情況哈,那首先也是一樣 我先把它離開哈 剛剛再測試 好,我們重新再 呃,首先再Run一下這個程式哈 OK 那我們當我們把燈移到我們的可編電阻上 各位就看到那個可編電阻的數字就開始變 好,然後離開 然後再進來 然後再離開 再進了 那離開就可以了 好,沒看到哈 好,我們再一次哈 不好意思 好,各位就看到 OK 好,那我把可編電阻進來 然後數字就變大 然後離開 它就變小了 好,那我再把燈光交進來 然後離開 OK,好,那給大家自己練習看看 好,我們看到 好,這邊我們就開始了